所以你見到最後的一里路其實都是很困難的 這也是難度,我們說到日本 我們相信都算是太空科技來說 也不算是落後的地方 很早的時候,它射衛星和中國都是一個競賽的 亞洲地區來說,當然它有一個投入的資源 就不同於中國這種國家級的投放的情況 就差一點了,當然要計算 陳博,如果我們去講 現在當勢是一個探閱來計算 是否探閱來說,其實都一定要去到國家級的資源才能搞得好呢? 還是只有美國,即是你説可能將來 SpaceX大家都知道它的野心 它真的會去到火星 那裡去探索,甚至乎可能 好像我們常說的高達的動畫那樣 成為了一個獨立王國,將來在外國這樣 其實是不是真的要像中國、美國那樣的國家級的資源呢? 還是其實就算SpaceX和I-Space這些公司 可能雙業模式都有一個優勢 可以在探閱、火星這些計劃脫穎而出呢? 我自己有一個極端的意見 甚至乎就是說未來不單止不是由國家級來領導 而是大部分成功的project都將會由這些民營公司去主導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可以參考SpaceX的經驗 它由開始發射一些小型的火箭 到真的有能力幫你把那些人和衛星帶上太空 它的發展時間是很短的 還有它做到也可以很輕巧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價錢比太空總署便宜很多 那一下子就將整個市場生態扭轉了 就是以前你說的 找哪個國家幫你射衛星上太空是最便宜的 你會發現西昌發射中心是接很多這些生意的 是 中國是抗資 是 是 是 SpaceX一開始就整個局面已經扭轉了 是 已經是 那換轉就是 登月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那我也會有信心就是 無論哪個國家搞出來的民營企業也好 美國的也好 日本的也好 甚至如果你是以色列的也好 其實中國都在搞自己的民營企業去上太空 無論你是發射東西上去 或者是有些 就是中國它的登月計劃還是國家主導 但是譬如很多是幫人帶東西上太空那些 基本上已經有它的民營企業在那裡 我覺得就已經是成為一個趨勢 因為當你有一個榜約告訴你 這些東西是可以合乎成本效益去做 不需要不惜公本去做的時候 明明有個可以收支平衡的方向 你不會去用一個一定是錢的方案 去到登月了 但是登月可能那個情況就沒有那麼快到這一步 因為始終你會問登月的成本效益在哪 即是你放衛星上去 因為衛星我們真的會經常用的 或者我本身我自己用的衛星都不知道 其實大家開過GPS你就已經用了衛星了 是的 那麼登月它的價值在哪呢 或者有時候起太空站的價值在哪呢 這個其實就要再轉心一點了 其實也要說一下就是說 當你接下來可以做這些公司 為什麼會特意用登月去做目標呢 大家有大家的目標少少不同的 比如以色列的項目很有趣的 它是想帶一些地球的生物 上去太空上去月亮的環境上 看看能不能生存到的 它們帶了那些叫Tardigray的水紅蟲 那些這樣的東西 好像後來以色列的登月計劃 就是那個機器就登月失敗了 就硬著綠了 那些新聞報道的標題很有趣的 就說它倒寫了一些Tardigray 就是倒寫了這些水紅這些微生物 就上去月亮那裡了 它用了這樣的標題 有些就說有一個科研的目的 但是你問我呢 如果純粹真的由一個科技人的角度去想呢 或者Larry你也可以去給一下意見 就是其實整個登月的過程 很反映到就是你那個機件 尤其是那些CPU的運算能力夠不夠厲害 再體驗在哪裡呢 就是你一次過要感知周圍的環境 可不可以就是一個很龐大的數據量 那個參數非常之多 你都可以同時間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去追蹤監控 然後因應周圍的這些參數 去調整你那個發射的姿態 那麼說這個技術呢 這裏就是說 這個目的就是為了令你知的東西騎運 但是其實同時間也是 令你知的東西很精準地瞄準定位 以一個很固定的位置和速度 去落在一個目標的地方裡 其實這件事呢 你如果換轉是那些 我現在不是要軟著陸 我是要硬著陸 還要打擊人的那種硬著陸 其實那種要求是不差得遠的 即是你整天節目會說俄烏戰爭 尤其是一定有說他們那些 就是HIMERS那種武器 你做過精準打擊 你要認得目標密 你和你本身的數據 可能地形環境的照片 有些東西變化了 你如何根據那個座標 認得那個東西打下去 然後還要在最後 你拍到這個影像的時候 做適當的修正 那現在就是說 你那些HIMERS那種武器精準打下去 就是一個有這麼厲害的速度 打過去有這麼準的地方 即是基本上都要有一個既定的高速 去打入一個既定的地方 現在呢 月球根目就是一個 一個既定的低速 去打入一個固定的地方 如果說到這樣 其實我想大家不難去想像步 這個技術要求 那種相似程度可以去到哪裏 只不過你要去反應的動作 不一樣 但是最後你要到這個地方 我究竟是繼續衝下去 還是到這個地方 我就要開著一些東西 軟著陸下去 其實就是 那個思路是差不多 但是最後你要求的結果 不同的意思 其實就是 所以你會看到 這種軟著陸的要求 其實就是裡面吻含了一種 那種 在一個極短的時間之內 很快的反應去修正軌道的能力 另外就是 都是對周圍的那個 感知搜集數據的能力 以及你怎樣去令到 可以去自動去調整等等 就是整個你看到消化再作出反應的這個過程 就是考驗你整套這樣的能力 其實是 是的 因為大家最近 我想都來不開一個話題就是AI 是 AI就是大家可能在應用的軟件 來檢查GPT等等 當然那個就是比較文字上的功力 是的 但是你說AI的運算能力 大家都知道 是一天千里的 所以就會不會是 AI的科技 其實如果在太空來的應用 都是會幫助到AI的技術 是突飛猛進 因為剛才陳博所說的 太空的環境 其實有時候 我們去到月球就要近些 火星都已經開始有些延遲了 都會出現一些 那麼如果你無法把AI做運算 再加上一些硬件 軟件 就是那個配合的話 其實就每次都要靠後面的科學家做操控 其實都不是很可能的 那麼將來 如果你說去到遠一點 去到木星的一些衛星 那些什麼木衛蜜 木衛蜜 那些 土星的衛星 那麼再去探索那些 就是移居的星球等等的位置 其實這個難度還要高一點 那麼 那麼其實這些project 都會幫到這一類型的行業的發展 所以都推動到很多公司 尤其是高科技公司 即接下來都會有一個潮流 就是不停地去做這些探月的熱潮 嗯 我就會想到 反過來 就是他們怎樣去令到這些人工智能技術 可以更加在這些太空任務上有參與 我反而想到一些反過來的事情 是 那 因為這樣的 去開發這些 登陸的一些程式 軟件也好 硬件也好 其實在說 那個阿波羅計劃時代已經有 是 不過開頭就是那些東西簡單一點 甚至乎你要適當地 有人手去介入去操作 那到今時今日就是 你要做到那個運算元件還要輕巧一點 甚至乎它有一個程度就是 盡量可以避免人手去介入 就是 正於其實和飛機 我覺得都有點相似的 就是 以前 飛機碗發明的時候 完全就是要用機師的能力 去駕馭飛機的升降 但是現在基本上 就算香港赤立那個機場 當你完全是 它自動確認到那個跑道 你瞄準了 甚至乎那個機師 基本上不需要介入 去自己的自動導航系統 那個機師是純粹看著 那個自動導航系統 做一些事情做得對不對 有什麼不妥才介入 我不會說是人工智能 已經是有一套的方程 就是有一套整個的algorithm 一個的算法 是自動去做完 就是一個自動化的程式在這裏 那麼人工智能可以幫到什麼呢 那更加可能就是 在一些極端情況錯誤的修正那裏 讓整件事更加安全 我覺得就會有角色的 當然反過來 有這樣的需求 就更加有人願意去投資下去 去做這些事情 譬如說如果飛機的話 喘流的處理 遇到那些氣流 那究竟怎樣去控制機器的處理 有時候如果說一些飛行事故節目 原來就是那個飛機師 他人手操控的時候 他因為那個加速的狀態 去影響到他那個對於一個空間 令他那個空間感錯亂了 你怎樣可以由那個人工智能 幫你修正這件事 引伸到就是說 到了登月計劃 如果去到一些要去 剛才我有說到的 突然之間那個快要著陸的環境 出現很大變化 原來我射下去的那個火箭 令到周圍很多的塵埃 怎樣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就是很快速地去認得哪些是真實的陸地 哪些其實只不過是塵埃 這樣也有關係 我會看到兩者之間一定會有一個很互相正面的相互作用 如果說人工智能和這些太空科技 所以我想到最後大家都關注這個問題 軍武器人的網友都一定會問的問題 就是如果這些太空科技 應用在軍事上 例如我們說 中國和美國 我相信應用上很多 包括你說到洲際彈道導彈的技術 甚至乎開發 例如我們說高超音速武器 這種 牽涉到大量的運算能力 牽涉到引擎 牽涉到定位 牽涉到精準度的打擊等等 其實真的到貪穴 去火星等等 在高速的環境 如何迅速地定位 降落精準預測 或者之前計劃的位置等等 我相信也差不多 日本這邊 其實是否他們也有一個需要 因為日本最近都很感受到 中國在一個地區上 包括台灣的問題 對日本來說都很切身 中國和日本自己 一調越台又爭端 日本最近計劃都說 要將導彈的射程 由以往的200公里 大大提升了超過1000公里 陳博 你覺得會不會有機會 有時都借助這些科學的項目 填補一些洞 或者令到自己的武器技術 又可以透過一些民營機構 或者其他地方 收取多些數據 或者幫助到他們 最後發展一些軍用上的東西 我們今天就講到登月計劃 其實這個登月計劃 本身也一定有 一些學術上的交流 雖然是民營公司 你本身一定有一些 在美國從事過 太空科技的人才去參與這個項目 這些只不過是關於今次我講內容的事情 但是有件事你平常說的時候 我會生氣了 其實我們之前 我和Larry也錄過一個節目 講的那個叫做非標計劃 我想很多網友有聽話 沒有聽的話就馬上找回來聽 沒有聽的話就馬上找回來聽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那個計劃 簡直就是一個開宗名義 一個所謂 就是用一個火箭去保衛地球的計劃 其實就是用火箭去襲擊一個小行星的計劃 這個計劃就有了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的大學 有了日本的太空總署去參與的 很有趣的 既有學術也有軍事成份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次的非標計劃 要在這個節目要講這個計劃 那麼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不單只是在商業的層面 去經營這些太空科技 去充實軍事力量和軍事同盟 你發覺它的合作 美、日甚至乎加上歐洲這些合作 都挺跨方位的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牽涉到太空層面 但是你最後發覺這個應用 除了是去了解小行星之外 也都是原來是了解月球 但是最後大家在玩的那套技術 要麼就精準打擊 要麼就精準軟著 都是這類的東西 你問會不會直接跟軍事有關 我當然不會完全跟軍事無關 因為很多東西轉個彎 就會變成可以是一種軍事上的技術 是的 所以我相信這次 iSpace 暫時來說都是失敗的 但是它們都不會氣餒的了 它們都會繼續 未來一年 很可能就會再 密謀再發射另外一次的 著陸器 再上月球等等 我們也祝福了日本 早日掌握這個技術 始終地球上 越多國家對太空的開發 那個位置做得到 對人類來說 對探索太空的計劃 甚至乎真的移民去外星 雖然可能我們一代人未必做到 每一代的經驗累積下去 相信都是好事 還有開發太空其實也是 某程度上對科技的突破 很大的契機 所以我們也希望 其他國家的發展 都是順順利利的 好 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幫忙 分享和訂閱我們的節目 我們在其他世界環境消息 以及烏克蘭戰報等等的節目 再和大家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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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說 很